上一堂课 我们介绍了摩西班部神 的十条诫命 给当时在场的以色列人 紧接着以色列百姓 看到眼前的雷轰 闪电 号角声 还有山上冒的烟 就非常害怕 也因此他们就更加的敬畏神 也对摩西敬畏三分 神赐下十戒之后 接下来他要颁布各式各样的条例 来约束以色列人的行为 首先是足祭坛的条例 那么在吩咐如何敬拜神之前 神再一次的重生 不可制作偶像 因为他们不是真神 那些偶像 并不能代表真神 好 接下来我们要来读 第二十章的二十四到二十六节 你要为我煮土坛 在上面以牛羊献为 凡祭和平安祭 凡祭下我名的地方 我必到那里赐福给你 你若为我煮一座石坛 不可用凿成的石头 因你在上头一栋家具 就把坛污秽了 你上我的坛 不可用台阶 免得露出你的下体来 这个条例是与敬拜有关的 那么我们可以归纳成这几点 神的祭坛 第一点 是以简单的材料来足坛的 那它是用天然的 不是经过加工处理的材料 第二个 以指定的牲畜来献祭 那么第三点 是在神指定的地点献祭 那第四呢 是用未经切凿的材料来足坛 还有最后一点 以端庄的仪容进行敬拜 这些条例 也可以应用在我们今天的敬拜原则 那么第一点 我们是以简单隆重的方式来敬拜 用天然的歌声 而不是用人工的乐器来敬拜 第二个 以神指定的方式敬拜 那么神指定我们在七日的第一日敬拜 在那天我们要奉献 要领主餐 因为这就是神所指定的模式 第三个 在神指定的地点敬拜 那么在新约 只要圣徒聚在一起的地方 就是合乎敬拜的地方 第四点 未经人为华丽装饰之敬拜 敬拜的建筑是简单而非华丽装饰的建筑 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很多教堂装饰的美轮美奂 复利堂皇 尤其是天主教的教堂 他们那个教堂是雕梁化洞 美不生收 成了光光的景点 但是神的教会 聚会的建筑物 是朴实而不华的 想一想 那要花多少钱 去建造那复利堂皇的教堂呢 那又要花多少钱 去做维修的工作呢 难道这是神想要的 还是人想要的 神要的是天然的 不是人工装饰的华丽建筑 最后一项的应用是要端庄得体的敬拜 那么二十六节有说到 我的坛不可用台阶 为什么 免得露出下体 那么这是对祭司而言 后来神给祭司的衣着是那种大长袍 免得露出下半身来 今天的敬拜 我们的衣着是否端庄得体呢 或是过于暴露而引人瑕疵呢 这值得我们可以 我们深思的 所以这个祭坛的条理 也可以预表我们今天的教会 好 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十一章 我们可以看到神为保护人民 所颁布的一些条理 首先 保障奴仆的条理 这个在二十一章的二到十一节 二十节 二十一节 二六以及二十七节 西伯来的奴仆 他服侍了主人六年之后 第七年 他就可以获得自由了 那么连妻子也可以一并带走 但是若是妻子是主人给的 那么这妻子以及所生的儿女 人归属主人 他们必须留下来 但是这个奴仆 如果是爱他的主人 或爱他的妻儿 而自愿要留下来的 那么主人就要用锥子穿他的耳洞 以作为证明 至于主人将奴仆 立即打死的 那主人要因此受罚 那么打了奴仆 却没有立即死亡 隔了一两天才死 那就算无罪 因为奴仆算是主人的财产 但是若是将奴仆 打了瞎的眼 打了掉牙的 那就要还奴仆自由 你知道这个条例 提供了对奴仆的保障 好 第二个保障 是保障个人性命 免遭人杀害 这在21章的12到14节 神预备了一个 暂时逃避的地方 给杀人犯 若非故意杀人的 则这个人可以躲避惩罚 但是若是有预谋的谋杀案 这此必须要猝死 好 第三个保护是保障父母 21章的15节以及17节 神的律法是非常保护父母的 只要孩子有打父母的 甚至咒骂父母的 是唯一死刑 你可以想见 在这种严刑峻罚之下 孩子对父母一定是毕恭毕敬 不敢造次 第四个保障是保障 人民免遭诱拐 还有贩卖 第16节 贩卖人口是唯一死刑 好 第五项 保障受害人的工资 以及医疗损失 在21章的18到19节 造成他人受伤 无法工作的 那就必须赔偿他的损失 你看这再一次 展现神公平公义 第六项是保障怀胎的妇女 这个我们要念一下 21章的22到25节 人若彼此争斗 伤害有孕的妇人 甚至罪胎 这边甚至要翻译做已至 已至罪胎 这才是正确的翻译 已至罪胎 随后却无别害 那伤害他的呢 总要按妇人的丈夫所要的 照审判官所断的受罚 若有别害呢 就要以命偿命 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以手还手 以脚还脚 以涝还涝 以伤还伤 以打还打 有趣的是这经节 是圣经第一次提到的 以命偿命 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 这等等的用语 这里呢 提到了怀胎妇人 罪胎的问题 你看 罪了胎 然后就说 随后却无别害 意思是说 罪胎的 但是婴孩 存留下来的 存活下来的 那伤害这妇人的 就要依照 妇人丈夫的要求赔偿 但是 若有别害 那就得 以命偿命 也就是说 若婴儿死了 那伤害的人 也要猝死 我们之前在21章的12节 神已经设立了 将人打死的 需要被自死 而现在神也设立说 导致上位出生的胎儿死亡 也是死罪 所以 在神的眼中 胎儿 胎中的婴儿 和在世的人 有同等的价值 我们想到那些主张 堕胎无罪的 会强辩说 那胎儿不是人 而是一团组织而已 但神 可不这么认为 在神的眼中 堕胎 形同磨杀 是唯一的死刑 我们应该要严肃 看待这个堕胎的问题 身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应当顺从神 而不是顺从人 好 第七项保障 要保障 遭牲畜 猝死的人命 这个是在 二十一章的 二十八到三十二节 三十五节 还有三十六节 现在谈到 牲畜的问题了 首先 那个牲畜 就猝死人 这牲畜 需要被打死 而主人无罪 但是 若是主人 早知道这个牲畜 有猝人的前科 却没有拴住他 因此有人被猝死了 则牲畜跟主人 都该处以死刑 若牲畜 猝死了别人的牲畜 也要以相同的牲畜 来赔偿 这是三十六节 你可以看到 这些条例 都是要保护 那无辜的受害者 好 第七项保障 要保障 意外 罪警死亡的牲畜 那么二十一章的 三十三到三十四节 那因为疏忽 而造成他人损失了 怎么办呢 好 这边提到的 若有人挖了井 但是没有做好安全措施 以至于别人的牲畜 掉到井里面 那这井的主人 就要赔偿 牲畜 牲畜主人的损失 好 接下来 我们要来整理一下 来看看摩西律法下 有哪些死刑 首先 殴打致死和谋杀的是死刑 这里你可以看到 二十一章的十二 以及十四节 殴打父母跟咒骂父母的死刑 二十一章的十五跟十七节 诱拐及贩卖人口的 也是死刑 二十一章的十六节 还有属于警告危险深处 而导致死亡的死刑 二十九节 行邪术的女人 死刑 到二十二章十八节 与寿行淫 死刑 二十二章的十九节 还有祭祀别神 也是死刑 二十二章的二十节 在摩西的律法之下 神设立了许多死刑 目的是要叫以色列人知道 这些罪的严重性 这些都是与神的神性 和人的性命有关 不可掉以轻心 好 我们进入第二十二章 摩西律法下还有其他条例 第一个偷窃的条例 二十二章一到四节 还有造成他人田园损失的条例 二十二章五到六节 还有托付他人管理的条例 二十二章七到十五节 那么这三类的条例是与赔偿有关的 那么窃贼所偷之物 他必须要加倍赔偿 造成别人田园损失的要赔偿 借来的或是他人托管的物品 有损失的也要赔偿 所以这里的原则我们可以看到 无论是有心的或是无意的 而造成的损失都有赔偿的义务 换句话说 错的一方要尽力地弥补别人的损失 我们若仔细研究这些赔偿条例 便可知道神要犯错的一方 加倍地赔偿 以补偿他人因损失所造成的不便 这给了我们个启示 当我们上街去买东西 不小心打翻了商店的摆设品 我们是一走了之 还是花时间 将它归回原位 我们会不会因为图方便 而造成他人的不便呢 譬如说我们在马路口停一下车子 然后去买个东西马上回来 反正不到几分钟 或者是我们随手丢垃圾 造成清洁人员的负担 基督徒在内心里应该要有责任感 随时要做对的事情 不应该造成别人的负担 我们要将耶稣基督这条金科玉律放在心上 马太福音七章十二节 耶稣说 无论何事 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好 让我们继续看其他的条例 在二十二章里面 诱淫处你的条例 二十二章十六跟十七节 还有禁止行邪术 与寿行淫 祭祀别神的条例 二十二章的十八到二十节 还有保障弱势的条例 二十二章二十一到二十七节 那么这些弱势有包括 你要保护寄居的二十一节 神也保护寄居的人 他们不是以色列人 是外邦人 那么外地人容易受到欺负 他们是少数的弱势团体 神要以色列人将心比心 因为他们以前 也在埃及做过寄居的 当时他们就遭到埃及人的欺负 所以要保护这些寄居的 好了 其他的弱势团体 有孤儿寡妇 还有贫穷的债务人 那么这些贫穷的人 要同情他们 借他们的钱 不可以给他们拿利息 那么他们典当的衣物 在日落以前 要暂时的归还给他们 叫他们晚上有衣物 可以暖身 我们看到了 这位慈爱的神 对弱势团体的照顾 神真是伟大 好 最后一项 第七项 对官长 以及对神当尽的责任 那么二十八节 这边就提到了 不可诽谤神 也不可诽谤你百姓的官长 好 我们要想一想 是不是百姓的官长 都是好的 令人尊敬的官呢 不一定啊 是不是我们国家的领导人 都是好的领导人 他的政策都是好的 令人满意的 不一定啊 事实上我们可能遇到一些领导人 是不好的 甚至他们的政策 是违背神的 那这样的话 那这样的话 我们是不是有很好的理由 可以咒诅他们 毁谤他们呢 不是啊 神的命令是 我们不可诽谤 百姓的官长 我们该做的是 为他们祷告 求神能赐给他们 聪明智慧 能明白神的旨意 使他们愿意走 神要人走的道路 所以要小心 纵使领导人不符合你的期待 也不该咒诅他们 毁谤他们 保罗说了 要服从在上掌权的 因为他们也是神的用人 罗马书十三章一到五节 法老啊 就是很好的例子 神啊 会利用法老刚硬的心 以成就神的旨意 后来呢 神也利用邪恶的亚述帝国 巴比伦帝国 来惩罚悖逆的以色列人 叫他们 叫这些以色列人的心 可以归向耶和华 所以呢 若遇到不好的官长 不要诽谤他们 神啊 有他的美意啊 那我们的责任就是 为他们祷告 神会掌管一切的 这是我们今天 每一个人必须学习的 不可诽谤官长 那对神的责任又是如何呢 首先啊 二十八节告诉我们 不可诽谤神 其次呢 要献上祭物 二十九到三十节 第三呢 在吃的方面要 圣节 三十一节 好了 旧约啊 有关饮食的规条 什么食物是洁净的 什么食物不洁净的 那么在新约的时代里面 已经不适用了 新约圣经告诉我们 基督徒的身体 是圣灵的垫 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节 我们有责任 要好好照顾 这圣灵的垫 不只是在属灵上方面 身体健康也是要照顾 所以啊 我们要注意我们的饮食 我们吃的是否 对身体的健康有益呢 我们要好好照顾身体 控制饮食 使得我们这圣灵的垫 能多多的长时间的为主所用 好 我们要进入第二十三章 二十三章是摩西律法中 有关正义与公道的律法 我们现在要来读二十三章 一到九节 二十三章一到九节 不可随伙不散谣言 不可与恶人联手网坐见证 不可随众行恶 不可在征颂的事上 随众偏行 坐见证趋往正直 也不可在征颂的事上 偏护穷人 若遇见你仇敌的牛 或驴与失明的路 总要牵回来 交给他 若看见恨你人的驴 压卧在重头之下 不可走开 勿要和旅主一同抬开重头 不可在穷人 征颂的事上趋往正直 当远离虚假的事 不可杀无辜和有益的人 因我必不以恶人为益 不可受贿赂 因为贿赂能叫明眼人变瞎了 又能颠倒义人的话 不可欺压寄居的 因为你们在埃及地 坐过寄居的 知道寄居的心 这边讲到不可水火散布谣言 那么其实原文的意思是 不可传播谣言 保罗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25节 他提醒读者要弃绝谎言 说实话 那么摩西在这里说不可传播谣言 也是说实话的原则 有一个名字叫八卦消息 那别人所谓的八卦消息 其实传到我们这边 我们还没有确认清楚 消息的正确性之前 不要随意地传播 很多小道消息 对于破坏团体的和谐 具有很大的杀伤力 基督徒要避免去听这些八卦消息 也不要去传这些未经证实的消息 要知道 我们的神是真理的神 不是虚谎的神 好 我们继续看到23节的23以及第6节 这边提到了公平正义的原则 也就是在诉讼的事上不得驱往正直 一方面是不得偏袒穷人 另一方面也不得驱往穷人 你看 一切都要以公平公道为原则 好了 23章的4节到第5节 则提到了 纵使你的仇敌遇到麻烦 你也不能袖手旁观 反要伸出援手来帮助他 这其实也是耶稣的教导 耶稣在马太福音 马太福音的5章44节 就说到要爱你们的仇敌 无论是在旧约时代或在新约时代 神的爱一直展露无遗 好了 其他的律法还有 有关于从第10到19节 有关守节日的律法 还有20到33节 是有关得胜的律法 那我们现在要直接看 23章的30到33节 我要渐渐地将他们从你们撵出去 等到你的人数加多 承受那地为业 我要定你的境界 从红海直到菲利士海 又从旷野直到大河 我要将那地的居民交在你手中 你要将他们从你们面前撵出去 不可和他们定他们的神力约 他们不可住在你的地上 恐怕他们使你得罪我 你若侍奉他们的神 这必成为你的网罗 好 你可以看到了吗 30节说 我要渐渐地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 我们就为什么是渐渐的呢 而不是很快的呢 因为这样的话 那地才不会荒废啊 当他们要占领迦南地时 他们才可以享受那地的出产 这样的话 他们就很快能够安定在迦南地 以承受地业了 神又吩咐他们 要把所有的迦南地的人撵走 不可和他们同住 为什么 因为和他们同住 接着就是通婚 接下来以色列就会开始 侍奉他们的神 而离弃耶和华神了 事实证明 后来也的确如此 23章的20到23节 提到了耶和华的使者 那么在创世纪的那门课 我们已经详细介绍了 耶和华的使者这个主题 这个耶和华使者 就是在旧约出现里的耶稣基督 那么但在这里 我们要特别的来解释 这段经文所提到的 耶和华的使者 好 这边讲到他的特质 他是与神的地位相等 21节我们要解释 21节这圣经说 他是奉我名来的 其实21节他原文的意思是 我的名在他里面 之前我们提过 耶和华的荣耀 他的名是不与假神分享的 但这里耶和华说 我的名在他里面 在这个使者里面 若耶和华的名不与假神分享 而这位使者却有 耶和华的名在他里面 很显然的 这位使者就是耶和华 而且他有赦罪的权柄 21节 我们知道只有神 有赦罪的权柄 那另外 耶和华使者的使命 这边有写他的使命 他保护神的子民 20节 战胜以色列的仇敌 22节 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 就是迦南地 23节 那我们人对耶和华使者 应该具有什么态度 我们要听他的话 不可惹他 21节 以及要听从顺服他 22节 今天基督徒 也是要听从顺服耶稣基督 不可惹他 因为最后的审判者 就是这位万王之王的耶稣基督 他能同时把身体跟灵魂 都灭在地狱里 好了 第23章就此结束了 也结束了各式条例 典章的颁布 那下一堂课 我们要从进入第24章 神和以色列人立约 感谢您的耐心听讲 我们希望在下次的视频里面 能够再度见到您 好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